文章来源联合新闻 中国今年发行国债跌遭市场风抢秒杀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一日宣布将展开国债介入卖出操作 试图降温 人行主管媒体今天发文批评机构风抢国债 基本上就是在畅空人民币 也是在做空中国经济 中国今年以来发行数期储蓄国债 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 尽管利率只比银行定存略高 但推出急遭风抢秒杀 显示市场看坏经济 认为利率会走低 民众不愿投资股市房市 宁愿把钱投入对相对安全又有流动性的国债 中国人行一日公告 将于近期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展开国债介入操作 并在5日确认 已与几家主要金融机构签订债券介入协定 将使市场情况持续介入并卖出国债 人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 13日下午发文批评风抢国债现象 警告市场不要炒作的意味浓厚 文章称 今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持续火热 但是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业内专家多次提示 债势不会永远上涨 当前市场反转的风险不断增大 对于人行出手干预 文章引述光大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张旭称 这次公告表明人行会用实际行动来告诉市场 国债价格会降 国债市场存在价格下降预期 未来运行就会更平稳 文章并称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 人行公告介入国债并卖出 是保汇率稳预期的体现 文章还引述不具名的业内人士批评 机构疯抢国债 等于预期以后利率越来越低 说不定像日本那样进入长期低利率时代 基本上就是在畅空人民币 也是在做空中国经济 加大了资金流出压力 陆媒第一财经昨天报道 引述业内人士分析 短期人行对国债买卖的探索 可能以卖出操作为主 这与近期不断走低的国债收益率有关 人行有可能透过介入国债 然后再在二级市场卖出 以达到维持正常收益率曲线的目的 中国今年以来发行的国债利率并不高 其中2024年第三期的三年期 储蓄国债年利率为2.38% 第四期五年期国债年利率为2.5% 仅分别比国有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利率 高出三与十个基点 中国今年预计发行人民币一兆元 约新台币4.5兆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截至目前 已发行的二十年期国债的 票灭利率为2.49% 三十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 票灭利率为2.57% 六月十七日 发行首期五十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票灭利率还降为2.53% 比三十年期还低 今年接下来 还有八千四百亿元待发行 我们下期五十年期 ukraine的 剧场上的一项 利率为2.50%